历史风云 渐网之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林一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读的是 中国的经典小说《红楼梦》 《红楼梦》又叫做《石头记》 作者曹雪芹用一颗石头游历人间作为开场 讲述石头看到人间的悲欢离合 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 《红楼梦》很华丽 很浪漫 但事实上《红楼梦》却是一部非常愤怒反叛的小说 曹雪芹歌颂贾宝玉 林黛玉这对恋人 对爱情的勇敢追求 批判贾府对奴隶 还有女性的残酷剥削 更揭露了封建制度下官官相护的黑暗 实际上曹雪芹可以说是拿了鞭子 狠狠地对停滞不前的社会抽了下去 力道之重 字字写泪 曹雪芹过世的时间就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26年 这部小说也让人看见了自由平等国外的思想 其实在同一时间在东方的中国已经是巧巧萌芽 话说有个空空道人仿道求仙 从大荒山无鸡崖青梗峰下经过 忽见一大块石盛 字迹历历 抬头一看 不才可去 不苍天 往入红尘若许年 此夕深浅深浩世 欠谁继续坐骑船 《红楼梦》第一回以石头记载其一生为开场 原名石头记记事述说红尘世 作者曹雪芹正名为《红楼梦》 原来女娲练食补天之时 于大荒山无鸡崖练成 高金十二丈 方金二十四丈完石 共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只于一块未用 便弃在此山青梗峰下 谁知此时历经天地锻炼 灵性已通 独自己无才 不堪入选 遂自愿自叹 一日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 听闻红尘中荣华富贵 不觉打动烦心 大师 世文二位谭那人世间荣耀繁华 心切勿之 弟子至虽粗蠢 兴趣烧通 如梦发一点慈心 携带弟子得入红尘 也罢 我如今大使法力 祝你祝 待节中之日 复还本质 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 完食幻化成宝玉 恰巧西方临河岸上三生石畔 有酱猪草一株 神因使者见其凋零 日以甘露灌溉 后经天地精华 修成女体人形 慰报神因使者灌溉之恩 愿随他下凡历劫 酱猪仙子道 他是甘露之慧 我并无辞水可还 他既下世为人 我也去下世为人 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 也偿还得过他了 草雪芹埋下伏笔 这酱猪草转世成为林黛玉 而神因使者化身为贾宝玉 两人坠入凡间 谱出三世情缘 贾宝玉生在四大贵族世家 一出生嘴里便咸着玩食 蜕变的五彩美玉出生 上面刻着通灵宝玉 贾府无不视为奇才 取名宝玉既以厚望 他是含着通灵宝玉出生的 可是就在万众期待的 抓粥的仪式的时候 他笔墨指宴也不要 这个金银算盘他也不要 他却抓了兼支粉袋 所以他一生都在女人对立打转 贾宝玉常说 女人是水做骨肉 男人是泥做的骨肉 我见了女儿便清爽 见了男子便觉得灼臭逼人 这意味着贾宝玉不屑一般 凡夫俗子急于名利 其实在他游戏女孩子之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秉持当所封建社会的读书膏 可求取公民立入的想法 十三岁那年 家里来了一位素妹蒙面的姑表妹 老义来了 还不去见你妹妹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可又是胡说 我虽未曾见过她 让我心里看着面善 就算是旧相识 今日只做远别重逢 妹妹的尊名是哪两个字啊 哀愈 那表字是何 无字 我送妹妹一个妙字吧 不若频频二字 极妙 有前世的这一种姻缘在 第一次见面 有种说不出的 一种熟悉感 似乎又早寻了很久 总算是碰到你了 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 出生书香门第 自幼体弱多病 备受钟爱 后因父母早丧 只好寄居京城贾府家 且说住进贾府以来 林黛玉受到万般怜爱 与贾宝玉只差一岁 与她更是亲近 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 这个姐姐你定猜不出来 定是新来的宝姐姐 薛宝钗是贾宝玉的仪表姐 虽大两岁 燃体太丰盈 品格大方 如同牡丹燕贯群芳 不比林黛玉孤高自诩 自然人见人爱 因此林黛玉心中 便有了一些抑郁不分之意 千针万针 从我们家四个女孩算起 全部如宝丫头 有一派说法说 薛宝钗这个人呢 很通达情理 在贾府里面上上下下 都还蛮得人心的 那当然也有一派呢 就说薛宝钗这个人呢 看起来心计很深啊 不然怎么会讨好那么多人 薛宝钗身上配有一金锁 宇家宝玉生来所贤之玉 竟刚好一对 欲为金玉良缘 牧师莫望 先寿恒长 不离不弃 方陵勇迹 姐姐这八个字 都真有我的是一对 就像一个对联 何况一个是含玉而来 一个是配金锁而来 刚好是金玉良缘 所以在贾府 每一个人都认为 她本来就是天生的一对 林姑娘来了 妹妹 哟 我来得不巧了 妹妹 妹妹 这话怎么说 早知她来我就不来了 见贾宝玉与薛宝钗像天生一对 林黛玉愈发使性子 刚才在哪里的 在宝姐姐家的 我说呢 会是在那里搬着 不然脚就飞了来了 我如果是偶尔去她那一趟 就说这话 去不去管我什么事 可许你从此不理我呢 不管林黛玉如何闹脾气 贾宝玉总是百顺百依 甘愿此生只爱林妹妹一人 从今儿以后我也不敢亲见二爷 二爷全带我去了 你去哪儿啊 我回家去 我跟了你去 那我死了 你死了 我坐河上去 明知贾宝玉心里只有她 林黛玉一吃起醋来 眼泪更是经不住 顺悟啊 还不开门呢 宝姐姐快来看呢 下雨了 来了来了 哎呀 真正下雨了 好凉快啊 她跟贾宝玉之间呢 最重要的就是 她们的那个心有灵犀 一点通 她几乎 把跟贾宝玉之间的这个感情 当作是她生命 前世借尼雨露 今生还你情泪 情感纠葛 再加上身世飘零 林黛玉多愁善感 伤春悲秋 见花谢花落 葬花自怜 如今葬花人笑识 汉眼葬龙识识识 林黛玉以花欲己 这首葬花词写得七美哀晚 催人热泪 后人称到红楼第一诗 她葬花的时候总是说 今日有我葬花 那她是葬 葬我的是谁呢 是想要告诉贾宝玉说 你没有跟我结为连理 以后谁来埋葬我 我还是孤身一人 林黛玉的悲观 已经预言了结局 贾宝玉后来掉失了通灵宝玉 整个人变得恍惚无神 贾府为了帮她冲醒 便骗她取林黛玉 时宜薛宝钗钓包 宝儿爷取宝姑娘 姑娘 林黛玉的孱弱身子 哪受得住这种打击 吐血倒卧在床 太过分地爱一个人会生病的 因爱成疾呢 那 宝玉 宝玉 林姑娘呢 原来 是你们在骗我 为什么骗我 宝玉 别拉我 为什么骗我你们 林妹妹 死了 已经亡故了 你说什么 你应该死吗 林黛玉最终如她前世发的愿 直到泪尽才能还得灌溉之恩 但爱人阴阳两格 贾宝玉肝肠寸断 即便后来薛宝钗为她传宗接代 在万念俱灰下 贾宝玉最后顿入空门 也正呼应她曾说过 林黛玉死了 她便坐和尚去 这段三角恋情 终究是一场空 她只为情而生 最后为情而死 《红楼梦》的价值 就是她整本书 她都是在求缺 人生的残缺之处 用那种艺术的笔法 把它写建出来 研究红学的学者说 《红楼梦》其实写的是作者 曹雪芹的一生 她空有满腹才学 却怀才不遇 科举屡事不重 便把自己比喻为完食 难成美遇 将愤世忌俗的郁闷 投射在三个主人公的性格上 却又怕当时抗拥盛世 文字与新盛招来超家灭族 因此以神话开场 看似前世今生 环环相扣 实则讽刺封建社会 传统礼教 她的一生的这个历练 可遇不可求 文字描绘之细腻 后人很难超越 很重要一点 是代表对当时候 传统社会的批判 这三个人 就是曹雪芹 她的三种个性的表现 一部《红楼梦》 写进人世间的爱恨情痴 道尽曹雪芹的一生体悟 正如书中所云 满指荒唐言 一把心酸泪 兜云作者吃 谁解其中味 此味何味 五味杂陈最贴切 徒留惆怅在心头 《红楼梦》已经形成了 红学后人争相研究 而现在更在中国大陆商学院 成为了热门教材 最常被拿来做个案分析的 就是王熙凤这个角色 他精明干练 但是同样也是心狠手辣 这样的管理风格 有学习之处 但是有更多地方 恐怕是要一意为戒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也就是这种管理风格 这种管理风格 但是这种管理风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